作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制愿者 李宗盛 作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乱世中只认于须觅 笑而谈何容易 异心为众生主名意 即是留谁的谜 日落木星 匍匐甜蜜 坦然消失在风里 浩劫如天明 赌几场游戏 生死无需在意 人还找不到你的身影 与相似永世相传 解不开乱世恩怨 救不出儿女情断 星辰停留在云的那端 迷失与缠乱之晚 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 来世用生命来还 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 来世用生命来还 根据云海市的地图 应该就在这附近 这附近我们几乎都搜过 有河的地方 没水车 有水车的地方 没木屋 是不是沐星城搞错了呀 不可能 肯定就在这附近呢 我们得赶紧找找 别让他们给跑了 有河的地方 还在这附近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成君不好了 乔正听他们来了 什么 走啊 走啊 嗯 嗯 保守 报告 这边也没有 宋子庆 打山传越在哪 宋子卿 行 带走 站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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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wimmen 达山传岳在哪儿 被你们控制的 都有哪些人 还有 赋灵草毒到底要怎么解 说不说 你过来我就告诉你 我过来干吗 你直接在那儿说不就行了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你少过来这套 你不想知道 就算了 你把冲天药给我叫了 我有事跟他谈 还活着 不过 感觉像是咒了毒 先抬回医馆吧 解了毒之后再审 好 小心啊 小心啊 他吃了解药 应该很快就能醒过来 阿瑶 你怎么知道他中了什么毒啊 这么快就配好了解药 这么快就配好了解药 我之前在医书上看到过中这种毒的症状 所以就研制出了解药 说也奇怪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下的毒 达山传越中毒后 逼我给他做过解药 我看宋子清的状况跟他差不多 我猜 应该是宋子清给他吸过毒 所以才中的毒吧 到底是谁制的这个毒啊 小姐 老爷说有急事 让你赶紧去上位一趟 我走了星辰这边怎么办 云长 你去吧 这留我呢 那就拜托你了 记得 一定要从宋子清嘴里 问出办法来 好 嗯 快去吧 看来星辰为了维护我 并没有告诉他 制毒的人就是我 你醒了 宋子清 只要你答应 只要你答应 就达山君 我自然会为沐星辰解毒 否则 他就死定了 你到现在了 还在跟我谈条件 你要是再不说 我可以让你 生不如死 是 很疼吧 难受吧 你 我和达山君 曾经约定过 只要听到笛声 就表示安全 他很快就会泄山的 他很快就会泄山的 是 怎么是你 宋子清呢 这是宋子清用命换来的解药 赶紧扶下吧 宋子清人哪 我要去救他 你 你 赶紧把解药扶下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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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阻止毒素入侵你的心脏 你知道想害我 会是什么好果 啊 你 三天之内 禁止运用内功 否则立刻毒发生亡 把你身上的一件物品给我 我回去当作信物 你 大山君的御守 我已经按照约定 给大山传越解了毒 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 去除毒气的办法了 我没有亲眼看到大山君 我怎么知道 你是救了他 还是杀了他呢 你想出尔反尔 你放了我 我就告诉你 你想和你的大山君团圆啊 我很乐意成全你们 你什么意思 我早就料到你会反悔 提前就给大山传越下了一阵 让解药无法完全解毒 只要你不听话 他就会因为没有拿到后续的解药 毒发而死 你这个毒妇 我要杀了你 我告诉你宋子清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还不珍惜 达山传越毒发誓 我也比你现在痛苦一万倍 我错了 请求你 请求你救救大山君 知道怎么做了 知道怎么做了 好 我先 请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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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可以给我解药救大山君了吧 你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救你的大山君了 嗯 家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怎么死了呢 可能是他体内的毒发作了吧 还会警察局停尸房 是 是 快 爹 以后的审批跟税收都会特批特办 以便我们商户们能够正常营业 那就好了 钱庄那边的资金也已经到位 总算雨过天晴了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医馆了啊 阿瑶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回去帮帮他 你是想着你的沐星辰吧 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了 老爷 小姐 不好了 宋子清死了 什么 听说是被毒死的 宋子清是唯一能解副灵草毒的人 他死了 沐星辰怎么办 回魂香 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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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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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阿瑶 怎么回事 他把我体内的副灵草 吐印到自己体内去了 这回魂香还没烧完 我再吐印回来 小心 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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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这样 他把负灵草 通应到自己身上去了 你们听过一草三参吗 那负灵草 一旦经过三个人的身体 将会很难毒瘾 而且会加快宿主的死亡 你的意思是 他没得救了 天窑体内的负灵草 已经复活变得非常厉害 宋自信又死了 已经没人能救得了他了 好好陪陪他吧 星辰 天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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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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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窑 我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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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窑 我在这 我的头好하고 总 Vall Cesar 我会吃好你的 我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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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去 我会一直都陪着你 父 天涯 孙晨 我会一直都陪着你 我的头老姑 好痛 天涯 我在 我在 我会一直都陪着你 金属老 我在我在 天涯 我一直都在 我会一直会陪着你 我会一直陪着你 我在我在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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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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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疼 护车 护车 我会救你 你坚持住 你坚持住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活着出去了 我能不能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喜欢我吗 是小秘境的暗号 喜欢你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喜欢 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好 我 来 来 仙城 仙城 天摇 好点了吗 你没事了 仙城 只要你没事 我就没事 你 你真傻 干吗用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天摇 你是怎么知道 多饮福林草的方法 我 宋子清临此前 良心发现 告诉我这个办法 我只不过是试一试 没想到 竟然成功了 对 咖 你不要这样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 云长 那些中了毒的伤人家属们 来医馆求我 让我帮他们解毒 刚好 天遥也醒了 就来问问 有没有办法能够救他们 宋子清说 用丹沙 亵渎 蝉酥 还有下毒人的头发 熬之后 涂抹手心 脚心 咽喉和心口 就能解除复灵草毒 丹沙 既然你知道解药 又何必把复灵草引到自己身上呢 因为星辰身上的复灵草已经毒瘾过一次了 这个办法对他没有用 云长 你去检察局 叫他们别毁掉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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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下吧 我都得尪尬 那是谁 你脱 Sur 你脱下 我脱下 你脱下 你脱下 我脱下 我脱下 这个尸体有问题 当然 你快帮我尸检看看 他到底怎么死的 我现在有急事 回头再帮你吧 我需要宋子卿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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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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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药是我 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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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住 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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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是 是 不行 这样没用 他体内的毒 已经变得和最初不一样了 那可怎么办啊 这样下去 天药他就 二药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我 也许生活可以帮他 看来得回神母族一趟 谁 星辰 你怎么回来了 先别问这些了 在这儿说不方便 去屋子里说 走 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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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已经把你和月影的婚事 都安排好了 就等你回来跟月影成亲了 星辰 星辰 恐怕现在不行了 初天药为了救我 帮我堕演了佛林草 现在只有圣果 才能救他一命 在这种关键时刻 我不能对他置之不理 这次我实在是没有选择了 你们一定要帮我拿到圣果 什么 偷圣果啊 星辰 偷圣果可是重罪 你要为了一个外界女子 把我们俩牵着进去吗 我们神母族人 有恩必报 这颗圣果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到 我需要更多的 放在哪里 i know that 你太好了 我帮我 你很快 你很快 如果你太好了 我快点上来 你很快 我快点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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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快 我快点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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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要为你才是步路 你是否愿意与我散步 如果我要为你遮风荡雨 你是否愿意与我相依 如果我愿意和你青涩香鸟 你是否愿意倒酒挣扎 如果我要为你闯荡天涯 你是否愿意等候我的轨迹 我这一生太长 不知何时何地 才能够与你相遇 你是花言月貌 还是问问动人为此我 默默幻想 我这一生太短 不知是否有缘 才能够和你相守 你会奋不顾身 还是太过为徒为自我 长长四周 长短一生 也可以� против 人僕тя 君臣 君臣 君臣